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十一号闭幕 七千四百多字的会议公报中提到台湾部分 重申一中及九二共识 也明显对国际喊话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情境 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 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 对于公报内容陆委会回应 台湾反对而且无惧北京当局恫吓 这样的内容是刻意宣传突出领导人威权 为明年二十大延任铺排正当性 对于台湾问题的属性是以历史的任务 来取代国共内战的延续性 它已经是被表定在中共未来百年 日识征程当中里面 一个要解决的一个党的任务的问题 根据会议公报多加外媒分析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地位大幅提高 韩联社报道在整份公报中 有三分之一篇幅都和习近平有关 习近平的名字被提到17次 毛泽东只有7次 邓小平5次 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只有一次 CNN报导大陆过去几年从打摊修宪到现在整顿娱乐圈 都是让权力越来越集中的一种表现 认为现在大陆正被强人统治 14亿人的未来几乎可以说都掌握在习近平一人手中 TVBS新闻装置委洪福华 台北采访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